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介绍一个有机会买在起涨点的股 请看图 这边我画了一个趋势线 把这些点连起来 就是一条下跌趋势线 可以看到股价在这边的时候 然后又突破了这条趋势线 然后呢 又回来 这个趋势线 又弹上去 这是第一点 趋势线突破 而且是有效支撑 第二点 这个是Low 底 这边是底 弹上去 形成一个HIGH 一个头 然后再回来 又形成一个青色蓝猪 这个就是一个HIGHER LOW 也就是底底高 第二只脚 这个也是一个马路讯号 意思是说这个 它很大机会呢 就会从这个下跌趋势 开始会转成 上升趋势 把这个趋势线拿掉 它的股价是 7.4 0.74 已经是涨上去了 0.725 也就是这条 直直线 这边 POC是0.755 蓝支线是0.755 灰支线是0.75 意思是说 如果它股价 有机会突破 0.755 就把这个整个都 突破上去了 这个也是一个 的马路讯号 所以股友呢 你可以去密切的注意一下 这个 如果星期一 或者是说 一个礼拜里面 它有机会突破 0.755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马路讯号 那时候 全部筹码主率线 都已经给它涨上去了 头马峰 也还涨上去了 有这个 higher low 头头高 也涨上去了 趋势线突破 confirm了 出了一条线 就是这个 200天均线 跟这个 在顶上 顶住它 暗示这200天均线 是多少钱 快2钱 还是很远的路程 另外一件事情 底部 头马 雄后 顶上这边呢 是没有什么头马的 突破之后 它要继续往上涨的话 是 相对容易的多 它的下一个主力 可能就是这个快2钱 所以我认为呢 这只股呢 很有潜能 如果我们提早付出的话 很有机会买在 起站点 四只股就是 JHM Consolidation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看一下这几天 有没有符合我所讲的 马路讯号 可以试下 进场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你的钱 你自己做足 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当然就 旁边看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讲的不错的话 就保持share 保持like 谢谢大家